来一起来看房子 今天带大家看了一个是 马上能入住的县房 那前几段时间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不少新的楼盘项目 那楼盘项目呢非常好 它可以买一个未来 用四五年的时间去换取这个增值的空间 但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为你不知道它盖好以后是什么样子 而且呢不能够马上入住 所以呢也有小伙伴们需求 今天大家看一个县房 那我们看看这个房子是否适合你的户型 看楼盘老规矩啊 咱一定要先量这三个事情 第一呢你要弄明白它的location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位置不行的话咱就不聊了 第二要知道它的开发商怎么样 第三呢要看看这个楼盘 有没有适合你的户型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买现房的几个绝对优势 那首先我们先量一下地理位置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15楼的楼层 可以看到我们的南边 东边西边都能够在我们眼下 我们的东南边呢是Richmond Center 我说这地儿叫静中取道 因为它还算安静 但是呢又距离商圈不远 那我们的正南边是Richmond Hospital 然后再往后面呢 是Richmond的这个Community Center Mineral Park 然后再往后面是Richmond Secondary学校 这是Richmond的一般来说 还是第一名的高中和中学 那我们的西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大白棚子 是Richmond Olympic Oval 这个是奥运体育馆 然后里面有健身房 篮球馆 羽毛球 攀岩在这边交朋友都很好 我们楼下那就更不用说了 绝对是有非常好的技术设施 大栋华T&T Supermarket 吃饭的地方 喝奶茶的地方 所有的银行 还有家庭医生 都在你的脚下 所以住这边呢 绝对是方便到家了 如果你想去温哥华市中心 往北边开车 15分钟就到 所以呢 说这个地理位置是绝对不错的 第二呢 我们要聊一下开发商的资质 Landa Global Properties 那Landa呢 是温哥华的后期之秀 他们不仅在Richmond 也拿了不少的土地 做高档住宅项目 在温哥华市中心 有很多的高层项目 以后会推出 大家值得期待 那今天我们只要看看 他们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一个idea 是来自于游轮 因为它是两栋楼 然后看上去非常像 一个高档豪华的游轮 感觉是在度假 那我们看看 它就像我倒几个座里面 看见房子的用料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一定要看的是厨房 那这个厨房的设计是由 Aster Cuchini 意大利品牌做的 我刚刚摸了一下 这钢琴漆的质感非常好 一看就是好东西 那除了柜门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些电器 那很简单 我们用的是德国的Mille的 这个Applyances 然后所有的金属件呢 用的是Gorehead都是德国品牌 所以说实话 他们用东西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那除了这个Gas Burner 是煤气炉灶 使用中文做饭 还有一个超大的30寸冰箱 使用起来非常棒 好 看现房有一点非常好 因为你看户型图 你无法了解它的正确的尺寸 但是现在呢 可以带你看看 它的卧室尺寸是什么样子 那这套户型呢 是一个两房 家书房的户型 总共1100多尺 它这个是Casquet City的一个 collection户型 西南角 非常大大露台 这套房子 已经卖掉了 因为很多客人进来以后呢 看到 哇 这个户型设计 景色 做工都这么棒 所以马上被秒杀 我们等会去看看楼下的几个户型 也有选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卧的用了一个 Coin Size的床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一个Tin Size的大床 是完全可以放下的 它不仅仅是在客厅厨房那边用了地板 而且它连卧室里面都用了地板 这个成本是很贵的 但是在我们使用起来的时候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很干净 容易打理 而且很结实 那衣帽间那必须是步入室的 而且呢 它的Organizer都帮你做好了 所以你挂衣服啊 放东西都是非常棒的 洗手间的话呢 做的也不错 它用了是Dulverate的所有磁锯 然后它的这个金属件呢 也都是用的Gorehead 所以开发商呢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这个项目 真的非常棒 在Promise 带你们看一个800多尺的两房户型 你看到这大厨房了没有 超级爱 也是白色的钢琴漆 浅色的地面 这厨房里面能放四个椅子 这也太棒了 然后这套房子的户型设计呢 是两个房间各占一角 我们先看一下第二个房间长什么样的 第二个房间呢 大窗户非常舒服 而且房间也非常的大 没有柱子 没有任何的折挡 所以它里面使用起来的话 空间感很棒 连带了自己的洗手间 不管您是自住还是出租 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同边绕过来 摄像师跟我走 我们又穿到了外面 然后看到了这个厨房 然后呢 这边我们的客厅和餐厅设计非常好 它是一个横向的设计 所以你的餐桌和你的看电视的地方都有 冥窗在这边 主人房就了不得了 也是一个超大的房间 放一个king size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加上我们的walk through closet 再加上一个四件套的给予 两个洗手盆 所以你跟你老公在一块 永远都是一间一个不回大家 那房子看完了 我们要去看一下大楼的基础设施 到底够不过关 走着 哎兄弟们 刚刚咱看的两方户型还不错吧 说是90万出点头的价钱 不知道咱这关系 能不能跟客厂 再稍微砍一点 好到时候你来信我们来感觉一下 这个健身房 说实话挺不错的 一般的健身房我就不见上了 但是这个健身房呢 它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个是个品牌健身房 它用了所有的健身器材 都是techno gym supported 那在中国和欧洲呢 这个器械是非常让大家追捧的 高级健身器械 我是有那么多高级 哦 好像很挺高级的 不错 这健身房也蛮大的 所以基本上你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那健身身以后呢 我们必须得去它的launch area坐一坐 来 进来看看他们的amendity 怎么长成这样子 健身身以后 咱旁边坐沙发上面休息一下 完事呢 咱再玩玩他们这边的 这个叫什么 乒乓球 还有台球 这个开发商太良心了 把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留给了住户去搜手去使用 完事以后呢 咱在这开一个八人的大party 玩玩狼人杀 玩玩剧本杀 这个问题都解决的明明白白的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这个 我读麻将房 麻将 room OK 咱这边呢 还是用自动麻将桌 太给力了 这开发商太了解中国人的需求了 再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Karaoke 卡拉OK 还有练歌房 还有钢琴室 真的 买现房里能够看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真太棒了 所以呢 现在我给大家讲几个买现房的极大特点 房子咱一块看完了 从地理位置 开发商资质 和房子里面的具体的户型和做工 你们都看到了是非常棒 所以说买现房呢 真的是有很多的优点 今天给大家总结三个最重要的 那第一个就是 现房成交去买是没有市场风险的 因为它现在卖的大多数是一个市场的价钱 你不需要去等待马上就能入住 而且买的价钱相对来说也比较OK 那第二呢 你能够完全了解到这个项目本身做的怎么样 而不是说看几张纸 听别人讲 就去买了一个100多万的楼盘项目 所以呢 你看到的就是你买到的 那第三也非常重要 偷偷跟你说 也许买现房的时候 开发商还会给你打一些折 因为呢 这个是他们的尾盘 大多数开发商说OK 我们这项目结束了 把它都卖掉 然后我们到下一个项目 那这三点都确定以后呢 我觉得你在选房的时候 绝对能选择一个你适合的房子 那很多人问我们 你们天天借这么多好房子你买了吗 我告诉你 我也买了 下期期待大家看看 我的这笔投资是否靠谱 点赞关注加转发 下期再见